缺乏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现在是中午 下午的1.3个字 朱仔今天推介第二条片就是ABA ABA又有标迷笑 又说ABA 其实他一点都不ABA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ABA就是精工的弟弟 或者精工腐线厂 如果你是精工的标迷 或者你已经拥有的精工的话 有没有留意到呢 其实它是一个 我今天想介绍这款 它是一个精工很常见的学型的款式 有些标迷应该猜到 就是小mmhawk 这只手标先拿起 它有两只颜色 我先拿起其中一只 小mmhawk的脚位就好像我手上的ABA 也是有一个bassel圈 脚位就是做了拉丝 里面做了抛光 然后外边也做了拉丝发纹 这个脚位有点像这个小mmhawk 这个中间就不太像 但是这个位置就很像 这个标脚位置 这个耳朵位 镜头前面就是ABA的Active系列 这个Active系列就是一个海洋的系列 也是海洋暗流的系列 你看到标盆就和名字是一样的 都是一些海洋的波浪起伏的纹路 在标盆里面有两个配色 第一个配色就是银银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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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這錶盤很漂亮 雖然它不是一隻高價錢的錶 但也挺漂亮的 這錶盤是用了金色的錶盤 同樣放在四點位置 兩個都是 錶盤也是放在四點位置 這就配搭了銀色 除了野光的部分 圍邊的index 甚至指針 都是做了銀色的配搭 而這隻黑港就配搭了金色 因為黑狀金也是完美的顏色 日力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黑底白字的日力槍 你看到它是鋁片圈 這個鋁片圈可以轉動 不過不是一斤斤的潛水錶 左右可以轉動 我們叫它是計時圈 不能叫它做潛水錶圈 有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你看到那些細節位 雖然它是一隻便宜的 ARBA的石英錶 但是它的玻璃上面 都是做了一些心思 都是凸起了之後做了斜邊 原來摸下去凸起了之後做了斜邊 它更加有立體感 看下去打側的時候可以看到 再加上一個這麼漂亮的錶盤 一個暗浪的花紋的錶盤 海浪花紋的錶盤 那時分針加上黑度後面的點點 再加上夜光 還有啤草上面這一點 是不是都是有夜光 一起看看 啤草上面的點點就應該沒有夜光了 那時分針加上秒針末端加上黑度 應該都是有夜光 沒有夜光也不錯 那錶帶方面 耳蓋都屬於短身的耳蓋 錶帶方面做了鋼片帶 但是那天有錶迷說 它很多年沒有買過鴨拍錶 那它今次看到豬仔介紹就留了一隻 來到它也有點解心 就是怕那個錶帶上面會比較薄身 比較虛 但是它來到之後就覺得 跟豬仔所形容是一樣的 它真的改善了 比起上一年的時候 它這個錶帶 這些潛水款的錶 錶帶都用了厚身的 雖然它的鋼片帶也比較厚身的 那就是比較紮實一點 那錶購方面也做了摺碟式的保險錶購 也有ARBA的字樣在這裡 那就是那個拉絲的花紋 有一個拉絲的花紋 也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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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打開之後做了光身的薄橋 看看錶底 我們一起來 錶底就是做了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上面寫著Water Reset 10個bar的防水 寫著ARBA 然後它就採用了VJ42的機芯 大概這個石英機芯 三至四年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也是一個日本精工自己的機芯 寫著不守鋼 好了 看看正面 其實正面真的不差 不知道你比較喜歡銀色 還是黑色 兩隻各有鮮鈕 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銀色 這隻我會選擇銀色 但是有錶迷的也知道 它喜歡黑鋼的 黑鋼也是 撞金色 你看到它的錶板位置也撞金色 我看看扣裡面是否一樣 扣裡面的橋位也做了黑色 也不錯 很多時候 有些黑鋼錶 例如Casio Edithus 它裡面也做了銀色 這個配合黑色 我喜歡這個配合 這個錶底做了黑色更好 錶底做了銀色 好 看看機芯 我試一下教一下機芯 看看是甚麼感覺 撞起之後有停秒功能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到六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半格我們教的日力槍 半格我們向上轉 所以向上轉 一格格調 沒有大聲但一格格調 好 教完之後按進去拉推管 可以左右轉動 這個測速圈 我們叫它做 計時圈 好 試一下黑鋼錶 給大家看 再磅一下重量 試一下磅一下重量 如果你喜歡小mm學型 但又不捨得買現在 因為小mm 很多時候都是6R機 6R35機 一般都去到5000元起步 這時候你可以試一下我手上一隻 140克 都有一些手感 整隻錶 有些質感 先量一下尺寸 給大家看 好 先試一下 直徑 先量一下 43.7M的直徑 它的規格是43.5M 厚度是11.5M 我量出來是11.9M Luck to luck 就是這個 48M 錶帶是22mm寬度 試一下 帶了一隻黑色 給大家看 什麼感覺 都算搭得準 好 帶了一隻銀色 給大家看 不知道你喜歡黑色還是銀色 如果我在這隻錶上面 可能我會選銀色 比較標準 比較平衡 但我知道有些錶迷 黑色錶比較少 都可以選黑色錶 其實也挺漂亮的 這個曲線位 這個曲線位 做得挺漂亮 真的十足小小的樣子 好了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有沒有性價比值高 看看 好了 豬仔推介這隻雅柏 做了10個bar的防水石英錶 我們叫它細mm 雅柏細mm 雅柏細mm 銀色的就是7888 788 而黑色的 因為它做了黑色的電腦 還有金色 有些金件 900元 788銀色 900元 各有三隻現貨 三隻銀 三隻黑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WhatsApp給朱仔 可以 打給朱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雅柏 雅柏 雅柏細mm 對 想在佐敦店裡拿 還是賴之閣店裡拿 挺漂亮的 你看看那些腳位 打得挺漂亮的 幾個水貨 真是性價比值很高 有些標迷 我知道它說 又不是做口橋 又不是做了120K 那些的潛水圈 或者它只有10個bar的防水 老實說 看餐吃飯 幾百元的貨幣 真是性價比值高 有些標迷 因為我照顧不同層面的標迷 如果富豪級的標迷 我就未必照顧得到 因為有些低端的 例如幾百元可以入門 中階的幾千元內的 甚至乎萬多元的 我有幾個級別的層次 就可以照顧不同需要的標迷 先看看黑色的夜光 看看有沒有不同 跟提斯應該都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夜光也挺亮的 顏色有點不同 顏色也不同 好 喜歡這隻標的 就不要錯過我的推介了 記得給個like 炸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你的支持才是豬仔最大的動力 好 我們下集見 拜拜 七八八和九百元 拜拜